這是今天才發生的事情嗎 抓到一次罰3萬塊 抓到一次罰3萬塊 有什麼處罰的效果 民眾黨立委黃國昌高峰被質詢法務部長 法官是否輕判了殺警的女毒販 一位自家柯主席出一口氣 我們的官方報告 大家都遵守偵查不公開嘛 所以那些從記者到名嘴 大概每一個人都會通靈 每一個人都會通靈 都不是檢調獎 司法委員會排電如何破除偵查大公開 主題針對性十足 黃國昌登記第一棒火力全開 修理備詢官員 也對於張淑娟案件不突不快 他哭著跑來找我 張淑娟 一個未婚的女性跟已婚的男性滾床單 是不是負面名次 我看了這個新聞自立委員會的討論 我只能夠說大開眼界 而柯文哲案也如同連載小說般連環報 還有電視台記者 聲稱能獨家掌握內幕消息 是不是檢調走路風聲 而日立委都相當關注 但是當每天都說出 我檢調這條線我已經刺七年了 這個有來約談了 這個有 靠那個 我們給他刺 我們都領中華民國政府的薪水 我們判斷他刺 記者就說這個沒有 我們這所有的報導內容 都是按照我個人的 長期跑新聞的經驗 來得知的判斷 預測 然後你們就用這個東西做結論 這個公委報告這個案件 我們那個這個案件還沒有結 還在偵查中 好 過去不分藍綠白 所有的司法案件 只要社會矚目 他就是這樣子新聞報導 兩手一攤說這個沒有 我們查了 就怕說不清傷害的是司法公信力 律委或許更擔心被社會輿論認為 檢調辦案有顏色之分 東森新聞理委陳家仁春台報導